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 拜的艺术 我自己是很讨厌一种说法啦 说什么这本书是每个人必读的 因为毕竟一本书再怎么好 也就是对某些人有帮助 某些人必读啊 可是呢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 是我打从心里面哦 真的认为是每个人必读哦 因为这本书谈的主题真的太重要了 而且也谈得未免太好了 这个主题就是爱 那这本书在说什么呢 爱的艺术啊 这个作者他是在20世纪 是一个很知名的心理学家跟哲学家 叫做埃里希·弗洛姆 那他在1956年的时候 就撰写这本书了 在全球热卖了三千万本 那也是当时很少见的一个 很深度去探讨爱的本质 还有这个爱的记忆的一个书籍 他认为说啊 爱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情感 爱是一种记忆 是一种能力 需要被培养跟练习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作者他就很想要告诉我们 爱就跟世界上的其他记忆 跟学问是一样的 是一种可以被学习的能力 爱的背后啊 有很扎实的理论跟实践的方法 他在书本里面呢 就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了爱的本质 包含了亲子的爱 兄弟姐妹的爱 浪漫的爱 自爱 还有对神的爱 可是啊 他谈的这个很广哦 却很深入 有很多他读到的见解 像是他批评了这个资本主义啊 对爱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他就认为说 当人们对于爱的理解 过于物质化跟交易化的时候 这个现象呢 反而会阻碍了爱的实现 那这本书啊 就挑战了我们 对于这个爱的传统看法 也刺激了我们去重新评估 跟省思自己的价值观 并且呢 鼓励我们用一种更主动 更负责任的方式 在生命当中勇敢的去爱 这本书的篇幅啊 不会太长哦 像我读的这一本 繁体中文版 大约是250页左右 可是却是自制足迹 这绝对是我今天年读过的书里面 到现在为止最喜欢的一本 那以下呢 就来分享几个 让我大有收获的观念 首先呢 我们先来聊一下 这本书的书名 它的意义 爱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作者他的观察 他发现 生活在这个现代文化的人们啊 虽然在爱上面 遭遇到了很多 很明显的失败跟困惑 却几乎从来都不去学习说 如何爱跟如何被爱 我们的内心啊 虽然很渴望着爱 可是转过头去 又把那些事情 像是成就 声望 金钱 权力 看的都比爱还更重要 特别是现代社会啊 加深的这种错觉 只有那些能够帮我们 赢得金钱跟名誉的事情 好像才值得学习哦 而爱 好像只对我们的灵魂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不会耗太多的心力 在它上面 可是作者认为啊 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 而不是被动的等待 爱是一门可以被理解 被分析 还有被练习的一本艺术 所以它就将这本书名取叫做 爱的艺术 好 那么学习一门艺术的过程哦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要先掌握理论 另外一个是掌握实践 就像是啊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他必须先了解音乐的理论 乐器的演奏技巧 然而啊 你拥有这些知识之后 如果他没有去持续的练习的话 他仍然不会被当成一个真正的音乐家 只有当他们经过了长期的实践 把理论还有实际的表演去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近乎直觉的反应之后呢 他们才会被认为真正精通的音乐这个艺术 那这种直觉式的这种事情呢 是经过很长期的练习还有深入的理解 让这个艺术家能够超越这个书面上的知识 把他们的内在感受 还有他们的想象力 转化成实体的艺术作品 那种直觉的应用啊 不仅可以让这个艺术家 在创作的时候更加的自由 更有创新性 同时呢 也会使他们的作品 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作者在书里面就写下这一句 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 直觉就是精通任何艺术的标志 直觉就是把理论知识 跟实践经验的这个合起来的结晶 同时呢 也是艺术家的内在创造力的最直接表现 所以啊 这就是作者 他把这本书的结构分成这两个部分的原因哦 分别就是爱的理论 还有爱的实践 只有当我们把爱视为一门艺术 我们才能够用主动的方式去学习它的理论 去练习它的实践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哦 有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感到有点困惑 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比较会爱 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样去爱 我相信大家可能稍微回想一下 你心里面应该会浮现出不同的人的样貌吗 那我们虽然说隐隐约约的感觉得到 每个人对于爱的掌握程度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不太容易去说清楚 去描述清楚这种差异 那么在作者的理论当中啊 他把人们分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典型 分别是第一个 创造性的取向 productive orientation 第二种叫做非创造性取向 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 这两种不同的人格有什么差异呢 首先创造性取向的人格 它指的是当一个人用积极 主动 有爱的方式 跟世界接触跟交流 那这种人格的人啊 他们倾向于创造跟发展关系 并且呢 在跟别人互动当中 找到意义跟满足感 他们比较倾向于说 真诚的去关怀他人 而且寻求跟他人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他们的行为跟态度 并不是说要期望得到什么回报为目的 而是呢 出于一种 他对于别人生活的一种 真诚的 热爱的 跟投入的 这种好奇心的感受 那非创造性取向的人格呢 则代表了一种 相对被动跟消极的处事态度 那这种人格形态的人 会倾向于 把这个关系当作是一种手段 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例如说 他的权力 控制 得到别人的赞赏 跟这个认可 他们对别人的关心跟爱 往往是带有条件的 并且会期待得到某种回报 他们也缺乏了真诚的投入 对生活和其他人的态度 常常会带有那种操控跟利用的成分 因此啊 对于这种第一种 有创造性取向的人格来说 能够给予 就是一个能力最高的一个表现 好 因为在给予的这个行为当中 他们会体验到自己的强壮 会体验到说一种 丰饶跟饱满的能力 就像是有一句俗话说 失比受更有福 好 并不是因为说那是一种剥削哦 而是因为给予的这个行为 它的本身 就是在展现我们自己 蓬勃的生命力 因此啊 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给予 创造性取向的人 更懂得如何去爱 那接下来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重点 叫做 什么叫做主动给予爱的这个行为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给予这两个字哦 因为这个观念带给我很大的启发 作者在书里面很明确地指出 爱不是一种感觉 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 爱就是自由自在的 不期待回报的给予 他进一步的解释 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 给别人 并不是说什么为别人牺牲生命 而是呢 我们把自己的喜悦 兴趣 知识 忧愁 把它给予出去 在这种给予当中 我们丰富了别人 用一种可以增强自己生命力的方式 扩大了别人对于生命的感受 当我们给予别人这样的生命力的时候 这些东西又会反射回来 就好像是对方可能给你一个微笑 一个皱眉头 一句感谢 这都是一种反馈 那这个时候啊 原本的接收者就反过来 变成了一个给予者 而且把一部分的生命力 也回来给我们 奇妙的事情就在这边发生了 给予就是接受 好 就像是老师可以被学生教导 演员也可以被观众给启迪 作家也可以被读者给激励 也就是说啊 他们并不是把对方当成一个物品 而是他们用很真诚跟创造性的态度 去互相对待 那在这种很真诚的互动之下 两者之间的生命力 就有了真实的交流 就会起到一个很奇妙的化学变化 那书里面就这么讲的 爱就是一种唤起爱的能力 所以啊 一个没有办法爱别人的人 就是一个无法给予的人 那也是缺乏了唤起爱的能力的人 他进一步解释 虽然说我们在意识层面 我们很害怕的是不被别人爱 可是我们真正的恐惧是去爱 好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非常喜欢 他说 去爱就意味着说 得不到担保的尾声出去 是把自己完全给出去 然后希望说我们的爱 会在被爱的人身上唤起爱 那爱是一种信仰的行为 信心少的人 爱也会比较少 因为有信心的人会知道 爱不是拿取 不是出自于不安全感 相反的 爱就是给予 给予别人我们的喜乐 兴趣 理解 幽默跟忧伤 爱是将所有在我们身上 活药展现出来的一切 给予别人 只有在我们主动给予的同时 爱才会被唤醒 那么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爱不是在等待某一个对象出现 好 这个观念很有趣 一般我们在跟朋友和家人 谈到的爱这件事情的时候 多半都离不开浪漫的爱 好 大家一定会想到说 一些很常见的对话内容 像是说 这个对象跟我期待的落差很大 他不是我想要找到的那个人 或者是我都已经年过三十了 怎么都还没有好的对象出现呢 然而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很精辟地指出了 人们对于爱的一种不常见的误解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 爱所必须的条件 就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对象 然后一切就会随到渠成 如果这个对象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服自己 不需要去爱对方 等到下一个正确的对象出现了 再好好的去爱就好了 然而啊 这种态度就好像在说啊 一个人他想要学画画 他却不去这个画画教室学画 然后也不去真的卷起袖子来做画 他只是在那边等 等待正确的绘画对象出现 以为自己等到了这个绘画对象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画出一幅很漂亮的画了 你觉得这样的态度真的可以学得好画画吗 等到正确的对象出现才开始画 就好像是要等到正确的对象出现才开始爱 是很类似的道理 平常不努力 哪有可能会有好能力啊 所以呢 作者他在书里面一直强调 爱是一种主动的活动 是一种灵魂的能力 当我们平常不去爱 你要如何才可以学会爱 当我们平常不做画的话 你要怎么样才学会画画呢 好 因此 爱是不分对象的 它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热爱跟尊重 如果说我们真正理解跟实践了爱的意义 那么我们的爱 不会被局限在说我们自己 或者是特定的某个人 而是会扩展到所有的人和生命 作者他是这么主张的 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 我就会爱所有人 就会爱这个世界 就会爱生命 所以啊 爱不只是限于说跟某一个特定对象的关系 而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性格的取向 我也引述一下书里面对这个观念完整的说法 作者他说 懂得爱所有人 也是一种表现出我们真正理解跟接受自己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所有人 那很有可能意味着说 我们自己或其他人 有一些尚未解决的恐惧或反感 而当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爱所有人的时候 这表现出我们已经很成功地可以接纳跟爱我们自己 并且能够以一种开放跟尊重的态度来面对他人 因此啊 懂得爱所有人 才代表我们真的懂得爱自己 跟爱某个人 这种全面的爱 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基础 也是我们实现个人成长跟人际关系 还有和谐的这个关键 爱是一种每天的实践 而不是等待着正确的对象出现 才去爱 好 总结来说啊 这一本书我觉得是值得一辈子收藏的好书 因为它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一个很丰富的 很温暖的 一种恍然大悟的 那我在撰写这本书的读书心得的时候啊 就觉得 哇 根本没有写得完的一天 因为每个段落都包含了太多的智慧跟洞见 那这次分享的大概只占了我摘录出来的重点的三分之一左右 书中还有很多很值得深思跟反省的观点 我很深切的认为哦 爱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这本书也是一本值得一辈子收藏跟反复咀嚼的好书 那我很喜欢作者他就鼓励我们 透过这个理解跟实践爱的艺术 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 获得一种更丰富跟满足的人生 他不断的强调哦 爱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而不是被动的情感 爱是我们人格培养的一部分 透过自我的发展跟提升 我们才可以学会更好的去爱自己 也懂得去爱其他所有的人 如果你想要了解亲子之间的爱 那书里面就有很完整的篇幅 分析了这个孩童 母亲还有父亲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跟差异 那如果你是想要解开自己对于那种浪漫感情的那种困惑的话 或者是更懂得怎么样经营长长久久的办理关系 那书里面关于浪漫的爱这个篇幅也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那其他还有关于朋友之间 神跟宗教之间的爱 书里面都有很值得参考的这个段落 总结来说 这种关于爱的这个理解和实践 对于我们这种在生活当中 想要实现更有深度的人际连接的人 还有个人成长的读者来说 是具有难以衡量的价值 这不只是一本探讨爱的书 更是一种思想的启发 一种生活态度的指引 那我相信 如果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这本书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说书就到这边 进入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在资讯爆炸的现在 我们如果只顾着吸收资讯 却不多加思考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洗脑 你知道如何成为一个 不被洗脑的聪明人吗 欢迎前往 不被洗脑的思维练习 这本说书 你会学到怎么样整理资讯 高效沟通 深度阅读 还有激发潜能的思考方式 那边 我会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道 有点滑 我会订阅你的思考 中文费电子报道